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本身是台灣大學生態工程中心的主任 我本身也是國家在這個領域上 跟全世界所接觸的那個窗口 那我在台灣大學已經很多年了 我已經六十幾歲了 OK 那基本上我這個領域 這是我一個很想深愛的一個領域 那我們這本課基本上有很多不同的科系 都在這個地方 OK 那我開始會解釋一下 我們在上什麼 那為什麼這個生態工程的這個領域 會跟不同的科系會結合在一起 因為它是相當的未來學 有非常多 你們現在很常常聽到的一些耳熟能響的名詞 這本課都會叫 例如叫什麼智慧城市 Smart City OK 例如像說都市的物聯網 知識 資訊的通訊跟都市的關係 這裡會叫 海綿城市 我們會叫 轟廊都市 都市裡面如果把風給引進來 我們這個地方會叫 如果在都市裡面營造雲火蟲 我們這裡會叫 OK 所有的技術 我們這邊都會叫 都市裡面的樹 如何不要讓在台灣的時候 盡可能的不要倒下來 這個地方會叫你 OK 所以很多的是新的技術 還有河村的保護 還有我們如何去面對未來在 未來呢 氣候變遷海水上升的時候 我們去面對那樣的技術 我們這邊就講 所以我們這邊很多很多市場是未來學的東西 然後呢 它不是只有工產 它跟那個協社會的 協社會科學的 是高度的整合在一起 OK 通識教育最重要的不是在這門課成為你的主要專長 No 這門課是在跟你的科技產生一個合併的火花 而這個火花是我不知道的 這門課過去我幾個例子好了 我們這門課很多的教材 後來都變成國高中的教材 OK 我們的國中高中常常用我們這個上課的 因為這個是全世界廣播的 所以很多人就會上去看 然後就變成國高中的教材 我幾個例子好了 我有一年的話在教 為什麼我們的高鐵會慢慢的變慢 OK 你知道嗎 早期設計高鐵 台北到高雄55分鐘 然後就莫名其慢的變成一個小時45分鐘 多少 到一個半小時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高鐵在下線 在哪裡 在雲林下線 OK 在雲林下線 非常非常非常厲害 他那高鐵非常非常有意思 越是陡的地方跑得越快 越平的地方跑得越慢 OK 他平常你搭高鐵的話會告訴你 我這邊的時數每個小時是300 然後呢 忽然間到了台中就開始300 然後到彰化250 到了雲林他不寫了 OK 他不寫了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地方是下線區 至少有200根的橋墩在雲林是下線的 在 OK 在胡韋熙的這個附近 所以的話 那時候我們就上課 然後我們題目就問說 請問對這個題目應該要怎麼去幫助 答的最好是法律系的學生 把我嚇一跳 我們以為念工程的人比較會提 結果法律系的學生 他就當場這樣打 他說老師 最好的問題就是 低壓水整個全部把它超抽 下線到底 然後整個再重新踩 OK 再 再蓋 OK 把我嚇一跳 OK 我們給他A++ 我們給他A++ 為什麼因為沒辦法 再給他有更高的成績 然後那一組的話 他期報報告的話 是給我一本叫做 生態工程的六法前書 OK 整本書都是蓋的 OK 都是蓋的 蓋就是吹牛的意思 OK 那個題目我們拒絕交給學生 OK 我們把影印成為多分到處傳送 因為這樣的一個東西 竟然能夠讓法律學生 編出一套的六法前書 OK 他裡面 就是 開始先定義 然後法訊 然後根據什麼法條 然後 其實一大本出來 OK 所以you never know 每個科系的學生在 面對這種問題的時候 看他自己 非常非常獨特的想法 來 我講我三課的內容 我三課的內容 我第一個禮拜的話呢 我講什麼是生態工程 開中民意 然後我第二個禮拜的話 你會發現 我會偏重幾個主題 我會偏重四個主題 第一個 我先講海岸 為什麼呢 因為這將來大問題 將來整個氣候變遷 海岸是個大問題 OK 海洋是個大問題 所以我前面的三個禮拜 我全部講海洋 海洋跟海岸的這個保護 這裡面有很多很多是我們自己 所做的案例 然後呢 後來的話呢 我們會有兩個禮拜 我們講水益生態 OK 那我們講 如何用生態工程 讓水可以變得很乾淨 用很便宜的方法 讓水可以變得很乾淨 第二個 我們做水中生物狼島 OK 就是如果讓螃蟹 可以從海裡面上鎖上來 OK 你看我們很多很多的案例 我們怎麼想著 怎麼用 用什麼樣的技術 用什麼 那真的我們不是強調那個技術 OK 我們是強調那個 concept 那個概念 雖然我們把它做出來 但是不代表我們 就是在講我們的那個案例 No No 我今天後來的行程 多會做得比我 比我 多會做得比我更好 還有呢 我要講防災 OK 防災是未來的一個大問題 包括切水 包括水過 水太多 水太少 這是我第二個重點 我第二個重點的話 我講有機農業 OK 我講里山 OK 我講里山 里山的話就是 接近都市的丘陵地 你如何能夠正確的使用 OK 那我一般講 我講農田 我講如何能夠營造 好的梯田 好的農田 然後呢 能夠達到有機的目的 然後呢 所以有機的目的 不只是它是沒有使用回料 或是沒有使用農藥 包括也能夠讓生物在裡面 可以自由的棲息 自由的移動 OK 這是我第三個重點 第四個重點的話 我講都市 我講都市紅狼 我講綠屋頂 我講都市地帶 我講海綿城市 我講智慧城市 我講各樣的最新的 將來人類要往前去的都市 應該怎麼營造 因為人類的人口 85%以上都會在都市 以後很可能會到95% OK 當然我們的台北市 200萬的人口 當然我們的新北市 有500萬的人口 對不起550萬 750萬的人口 擠在台灣3%的土地上 台北市跟新北市 只佔台灣這個島嶼 3%的土地 當然你要知道 3分之1的人口 擠在3%的土地上 你叫我們如何不憂鬱 OK 那你不能只有抱怨而已 你要留什麼 你要做某些事情 OK 我們都是實際的參議者 OK 那麼我到現在 我還是實際的參議者 OK Eco City 我們稱為Smart City OK 智慧城市 我才不是只有台灣的問題 全世界都有這個問題 那你看我們怎麼做 OK 那背後的理論是什麼 背後的想法是什麼 那哪些是我們已經做到的 哪些是我們還沒有做到的 OK 所以我們 你會發現我們兩次很特別 叫彈性課程 你看到沒有 我們的第14次是彈性課程 我們第7次是彈性課程 為什麼彈性課程呢 就是從你的心得裡面來定上課的主題 OK 因為你會有問題 而你的問題並不是我開始想到的 所以我們有兩個禮拜 我們並沒有排課程 OK 我們並沒有排課程 為什麼呢 要看你的問題 我們來設計 或者是當時前世紀發生一個很大的案例 OK 那我們用課程來打那個案例 就是剛好 那一次剛好天津又大火 然後呢 剛好它裡面有塞奶 OK 他因為裡面有蘇聯塞奶 OK 有立化氫 然後呢 當時隨便有一批人很冒著 勇敢的心進去 然後全部有進去都沒有出來 OK 然後水又亂灑 你知道有塞奶的東西 水就不能亂灑 而這個時候你應該怎麼辦 你應該怎麼辦 你如果能夠用一些的 好像綠化鐵 OK 你可以固定它 因為你如果用水進去的話 氫離子會取代鈉離子 OK 那 會使得塞奶變成氣體 OK 沖走的話會在海 會在水裡面去 讓魚列當然的死亡 所以我證明有很多人說 國際臨時發生的案例 也許我們就把它拿來講 所以彈性課程兩個部分 一部分是從你的氣體來對打 一個部分是從當時 國際有沒有什麼新的問題 那你說會不會剛好沒有 絕對不會沒有 OK 絕對不會沒有 你如果問我說 像Ice 如果前來的話 如何能夠幫助他 建立一個緩衝區 OK 這是非常好的問題 OK 我先講一下什麼叫生態工程 生態工程基本上是兩個人的問題 兩個人提出這個問題 那 第一個人的話是最關鍵的 叫Tensley Tensley 是英國劍橋大學的一個老師 他問一個非常呆的問題 我把那個paper都寫在上面 你可以不用看 超級難看的一片paper OK 那你如果有興趣去看 哇 這邊非常非常的長 有夠濃長 寫著英文真的有夠漂亮 不過他只問一個很基本的問題 為什麼森林裡面 所流出來的水 上面都沒有樹葉 為什麼一個森林 如果他保護良好的話 他流出來的水 流出來的溪水 應該要有樹葉嘛 上面有幾百萬棵樹 怎麼會沒有樹葉呢 他問這個問題 其實有夠呆 怎麼會有人這種神經病 在問這種問題 OK 其實他這個問題 代表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後來就創立了一個字 叫做生態系統 Ecosystem Ecosystem這個字 是他先提出來的 在1935年提出來的 他問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就自然界為什麼 對於所有的能量的使用 可以用到最佳點 自然界為什麼對於所有物質的使用 會用到徹底 以之來流出來的水是乾淨的 OK 這是他一個問題 然後那時候大家都打不出來 OK 因為大家都是腦心正常的人 他是腦心神經病的人 才會問這種問題 OK 然後呢 這個非常有趣的 他開始問一個地方 其實我們現在 我們不斷地聽到Ecosystem 或是叫生態系統 其實生態工程 他叫做生態系統工程 OK 他有一個叫大尺度的 他有一個叫小尺度的 大尺度的叫做生態系統工程 小尺度的話 叫做仿生工程學 OK 我們上這個課 你看到有時候會用大尺度 有時候會用小尺度 就是如何設計 那種小小的 可以讓壁虎在爬的時候 他比較不會氣喘 OK 因為壁虎一氣喘的話 他可能比較不容易抓滾蟲 設計這種牆壁 設計這種衣服 可以很容易洗得乾淨 因為壁虎 腳在那邊爬來爬去 壁虎的腳體從來沒有髒掉 OK 所以生態工程有兩個大部分 一個部分是做很大的東西 那做很大的東西 他並不是把工程做得很大 他是考慮那種很大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自然界 他所有能量都會使用得很乾淨 最後變成有機質 流在土壤裡面 或者是自然界的很多物質 像樹葉 為什麼到在河川裡面 溪流流流流 然後就不見了 就不見了 OK 當然我們知道 因為溪流的岩石是亂流 亂流 喘流亂流 然後流流氣 很多的葉子就會被卡在石頭裡面 然後水生昆蟲就會去吃它 魚類就會去吃水生昆蟲 然後最後就是沒有流出來 他就問這個問題 那他怎麼做到的 自然界如何能夠徹底的使用能量 自然界如何能夠徹底的使用營養物質 1935年他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 大家都嚇一跳 因為第一個大家沒有想到 第二個的話 他事實上是在挑戰 人類目前對於物質跟能量使用 我們是高度的沒效力 我們高度的沒有效力 然後他說自然界是很有效力的 OK 然後他就創意了這個字 因為他剛剛講說有一個地方 自然界的一個集水區 自然界的一個湖泊 自然界的一個海洋 所以一般的生態學 是講生物跟環境的關係 但他不是 他是在講一個地方 一個地方為什麼能量跟營養混 最後會徹底的使用完 所以他開始會考慮到一個地方 所以生態工程跟地理學系 非常有關係 地理學系非常有關係 因為他在講 當你講地理的時候 地理好像是一個經緯度 可能是一個地方 但是背後可能代表著 特別的溫度 特別的濕度 特別的生物系統 特別的食物鏈 特別的人文的特徵 OK 所以等你往那邊看 你就發現這門課開始會工程學 一開始他會跟地理學 就開始會連上關係了 他有兩個人 第二個是歐人 OK 我的課本就是歐人 歐人的話 他剛剛才過世 Tensley問這個問題 然後歐人就去回應這個問題 那既然人類 沒辦法達到像自然界 能夠把營養物質或是能量 徹底的使用 那人類知道了很多很多的問題 那我可不可能 用工程的方法來做幫忙 OK 所以就叫生態工程 一個是問題 一個是回應 那生態工程跟他很像的是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跟生態工程非常非常像 但是他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生態工程學的學者或工程師 他會先考慮生態的問題 再考慮人類的需要 而傳統的工程是先考慮人類的需要 而做完了以後再看生態如何去承受 這個東西不是他的事 OK 這個是很不同 生態工程跟環境工程也不太一樣 環境工程比較偏重於圍牆裡面的世界 污水要怎麼處理 廢物要怎麼處理 生態工程是偏重圍牆外的世界 魚類要怎麼保護 飛鳥要怎麼保護 特別的動物他要怎麼遷移 他是非常非常像野外的 這東西都是生態工程比較有關係的邪科 生態工程的話跟經濟邪非常有關係 因為長期以來生態跟經濟是對抗的 生態工程no 他從來不這樣看 我下禮拜的集體的話 我可以先告訴你講 就是如何讓一個受創傷的都市或者是部落 可以重新得到治療 他認為生態跟經濟並不是互相對抗的 如果你能夠找到第三者或第四者 一起來營造的話 可以產生雙贏的空間 那我下禮拜我也給你很多實際的例子 OK 所以歐人的話他開始提出來 其實這東西是他當年提出來的這個報告 所以我要講說我為什麼要教生態工程學 我受過老師的影響 他做Chronic 他實際上是教我波浪力學的 我本身是學土木出身的 但是我有一個minor是在竹物系 我記得回到台灣大學前兩年 我在生命科學系教竹物生理學 他是我波浪力老師 他講的很高瘦 一頭的白滑 他的聲音非常非常小 走路非常有力量 因為二次世界大戰的期間 他是美國黑貓偵察隊 當任P38的機長 多次進入德國的領空 然後他是飛航的英雄 下一張 然後他還上課的時候 剛好經過一場心臟病 然後站著上課稍微久一點 他就會坐到椅子上上課 等一下我上課 上課很久的話我也會坐下來 OK 不過我不是要你同情 病後的話他的臉比一般的更白 我們稱他為白臉教授 我現在沒講真的 我都覺得好糗 我真的很不應該 OK 其實他剛好得到一個心臟病 然後他回來上課的 然後波浪尼姐有很多的數學 他的課程中又加入很多的 泥沙跟水裡面的這種 這種運動的科學 增加數學的難度 上課的學生一開始就實際的減少 到最後只有五個到七個 再下一張 四個二十年了 我對他上課的內容 大部分都忘了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難忘 影響我走入這個領域 課後他開一輛九人座的車子 帶我們到舊金山外面去看海 他開車的時候他不說話 到海邊的時候他也不說話 他只從後面拿一把大鏟子 扛在他的肩上 帶著他一個大帽子 大步地走到海灘去 再下一張 他選個地方坐下來開海灘 他也不說話 起初我們的不明白究竟 就坐在他旁邊 憑他一起看海 看了幾分鐘以後 其實他心臟有問題 他要等幾分鐘以後 他才站起來 在海南上用力產了一個洞 而後講解過去多年來 海浪對於核沙粗細排列方位的影響 他講了很多好像都不累 最後他問我們一個 讓我一生難忘的問題 就是你問我一百年以後 這裡會變成怎麼樣 柯隆不只是魏教授 他是個傑出的海灣工程師 他建設了很多港口 包括叫美國九金山的一個海港 他從來不做他所做的工程是何等的偉大 帶來多少的好處 他只有講工程做完了以後 對周圍的海灘跟河口的飄沙的關係 他要我們記得我們的建造百年之後 會有什麼影響 而不是用短期的效率來做評估 再下一張 他教我怎麼思考 所有有型的工程 是如何顯示無形的價值 工程是為了人類一時的需求 還是你有更深的遺憾 工程是為了一個偉大的成就 還是證明人的渺小 他問這些問題的時候 是我在課本上根本就沒有讀到的 再下一張 他說我們怎麼知道所做的工程 一百年以後會怎麼樣 大型裡面沒有一門課就是百年之後 再加上我們成為一個工程師 必須寫起大自然準確的一個翻譯者 認識大地上哪些是可以動的 哪些是你不要動的 他讓我們寫起如果在海邊聽海浪的聲音 在河口看到泥沙是怎麼樣的運轉 工程是為了人的需要 工程師是為提升人的生活方便 但是幫助人類提升水平生活的人 必須知道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 一百年之後他會怎麼樣 這是任何工程師所無法回答的問題 我們必須知道我們是無法回答的 我們才知道我們所提升的 並不是沒有界限的提升 再下一張 我跟他曬了太陽 我跟他吹了海轟 他會聽我們到海邊的餐廳 吃那個美國的農巷 柯隆教授所教導我的 其實嚴嚴的超過那些面位 柯隆老師不久以後他就退休了 其他不久以後他就病逝了 到現在我常常在想這個問題 我今天所做的百年之後會怎麼樣 東西就影響我慢慢的走出我固定的領域 而走入了生態工程 生態工程這個字在台灣是從2002年開始的 2002年才開始有這個名詞 我是2002年的老師 所以我教很多年了 跟對工程的看法 再下一張 親愛的同學 你如果看到我在海邊不話語語的話 大概知道我在想什麼 我在想百年之後 那這就是生態工程我給你講的一個實例 那我們上課大部分 那這個例題講完以後 後面就是一個習題 這我給你們第一次的習題 那我好像在講海豹 OK 台灣沒有 但實際上台灣有很多的魚類 海洋的魚類是持續的在消失 那麼我要講 如何用工程的方法去保護深海裡面的魚類 過去認為是不可能的 人類怎麼可能去管理海洋裡面的魚類呢 NO 在生態工程裡面 認為有些方法實際上是可以做到的 我並不是說 有這個方法就可以完全解決問題 絕對沒有這個意思 我們很多的魚類還持續的在減少 其實我們做了一些事情 其實我們也保育了像桃園觀音的藻礁 其實我們保護了石門的藻礁 我們讓我們的海岸 盡可能的種我們延伸的植物 但是我們仍然有很多的失敗在這個背後 OK 那麼我一看我常常講的時候 我也連上一點點我自己 我為什麼會談這種題目 其實我在20多年前 我本身已經參與美國加州沿海的這個 海報的這個保護 我是25年前回來教書的 OK 我在美國有非常長期的時間 最有名的叫做Elegan Homes OK 你在網路上都可以查得到 OK 那對不起我比較年輕的時候 所以照片都是我自己拍到的 OK 以前就參與有關於海報的 其實你在看到成型的海報 由今附近的海域前來嬉襲 其實我非常感動 我在Elegan Homes 那我去的話我是搭船去的 OK 那麼因為這裡的人是默默的在努力 背後其實背後有一個故事的 OK 那這是Elegan Homes 15分鐘的意思呢 就是在海邊蜿蜒的一個桿草河段 那台灣其實在西海岸裡面 有非常多的桿草河段 我幾個例子好了 我們在淡水有個紅樹林站 紅樹林站裡面都有很多的 紅樹林的桿草河段 像我們的淡水河 淡水河的桿草河段是一直進來 進到一個地方叫做海山 一邊有海一邊有山 就是我們現在的新莊 新莊以前叫做海山 就是以前的桿草河段可以進來的地方 那我本身其實 並沒有在保護台灣的海報 因為台灣沒有海報 但是我實際上是台灣的烏魚的保護者 那我今天其實我準備了一段影片 講我們實際上如何去保護 桿草河段的烏魚 那因為有這樣的一段提議 所以你以後你如果去過碧潭 你如果從碧潭你往下看 裡面所有水的深度 都是超過六十公分 因為讓烏魚從海口上溯到碧潭橋 到我們的山峽 它所需要的水深是 三十公分到六十公分 當然你超過六十公分 那會更好 那所以我今天第一次就有點出錯 沒有把影片給帶來 不過無所謂 我們以後盡可能上課 就讓你看一個影片 老是自拍自導自演 那其實很多東西都是在現場 我們做實驗所留下來的 那過去在白領海峽有一連串的群島 你如果看過世界地理的話 白領海峽那邊有一串的群島 一直到日本的北海道去 那北海道然後完了以後 結果日本也有一串的群島 經過我們台灣的 一到台灣的北邊去了 過了白領海峽其實有一連串的群島 那你非常接近北極千 氣溫很低 海洪很強 只有少數的埃斯基摩人 可以滑舟前來 捕捉幾隻的海豹 以毛皮製成衣服 你們知道海豹的毛皮 是全世界最高級的毛皮 因為它在單位面積上 我如果記得數目 如果記得沒有錯 好像是一平方公尺 至少有十萬根的毛髮在那個上面 11世紀的時候 俄國人知道這個秘密 他們列人集隊前來 趕著艾斯基摩人 一年殺 這個怎麼念 殺鹿還是殺綠 OK 殺鹿 一年殺鹿幾十萬隻的海豹 製成最高級的皮 那結果到18世紀的時候 白領的捕殺 海豹的數目銳減 現在還下課 很挑下課 好 白領海峽大部分的島嶼 海豹幾乎都已經解析了 1786年 俄國有個水手 這個名字的話 叫做普里北陸呼 反正你那個呼的 大部分都是俄國人 OK 然後他發現有個島嶼 OK 對不起 有兩個島嶼 OK 所以他叫群島 因為他超過一個 實際上就只有兩個了 OK 然後因為他貢獻很大 其實他危害很大還對 不是應該貢獻很大 他發現了 全世界最後海豹的樂園 OK 因為有幾十萬隻的海豹 聚集在最後的這兩個島嶼上 所以為了要貢獻他的 不是 為了要紀念他的為貨 就用那個島嶼叫做布里 北陸呼 青島 你上網路一大堆在講這個事情 這是海豹最後的棋棋地 因為有商機海豹的聚集 引來更大的沙 沙路 OK 1867年 美國跟俄國買下了一個美國最好的生意的 他買下的阿拉斯加跟百利海的金海 這筆交易其實最昂貴的地方 並不是面積171800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 而是面積只有197平方公里的海豹樂業 其實他最主要付出那個錢的 是為了買這個群島 而不是買阿拉斯加 OK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可以補上海豹 然後美國買下來以後 美國的皮衣公司招聘大量的獵人前來 海豹大衣在市場上生產的更多 所以補類的地方是一個機密 OK 這就是你的棋棋 OK 等下你就知道這個棋棋是什麼 1885年 OK非常有名的 Smithsonian的institution 裡面有一個非常有名叫做 Elite Elite他前往阿拉斯加 他本來不是在探討這個事情 他本來是在紀錄埃斯基摩人的口述歷史 然後從口述歷史裡面他才發現 這個從來不會被外界所知道的機密 就是有一個島是最後的海豹的熱言 然後他冒著生命的危險 他前往這個地方 他發現這是個事實 但是那裡已經成為殺戮之地 那個當時的類人 連那個小海豹都拿來殺 因為小海豹的毛是純白的 OK 格連的話他撰文公佈這個事情 美國的皮衣公司立刻提出一個 非常有名的緩術 就是你如果叫我們不要殺 不可能的 你應該提出一個叫安全補殺量 OK 就是可以讓我殺 但是不會減少這個海豹的這個數目 這是很難打的一個題目 市場所需是不可能禁止的 原來地球上有很多的地方 其實是無人島 對野生動物的生存是非常的重要 這導致在1888年美國世界 國家地理協會的成立 OK 我們知道 全世界有很多的雜誌 用一個科系的名稱 來當雜誌的名稱 就有這個雜誌 叫做世界地理雜誌 可見地理系是個了不起的系 OK 我們沒有什麼世界歷史雜誌 我們沒有什麼世界電機雜誌 OK 我們沒有世界的土木雜誌 沒有 OK 我們只有一個世界地理雜誌 OK 那這個協會的話 是17個人開始的 17個人裡面有一個 他實際上是為了要去研究海報 他成立了這個世界地理協會 他的名字的話 叫做Marian 他組成一個阿拉斯加的探險隊前往該地 然後他去以前的話呢 OK 我講一下 他是美國哈佛大學的動物系的教授 然後他組成探險隊裡面有日本的 有俄國的 有加拿大的 也有英國的 探險隊到達墓地區後 發現情況更為嚴重 超乎所想 他們進入島上海報的數目 並且在一些的毛筆上 貼上一個棉條 夾住一個棉條 上面寫HT HT是那個 是他那個HART 這個字的兩個字 然後呢 就把他們 那實驗了之後的話 所有海報都會離開 所以海報在10月的時候 是母海報先離開 9月的時候 母海報跟小海報就離開了 10月的話 公海報才會離開 公海報的壽命是8年 母海報的壽命是28年 OK 母的比 活的比 公的還久 因為公的把他大部分的盡力 拿去跟別的公的打架 OK 那 講到哪裡去了 OK OK 就離開了 離開以後的話 探險隊就跟著他們一起離開 OK 他們就分散了 因為每個人來自不同的國家 他們就用船去跟著海報 研究到底這些海報 前往什麼地方 結果他們發現 沿途 沙魚 鯨魚 海獅 沙人鯨 都會攻擊海報 OK 三分之二死亡 大概只離開了三分之一 海報離開了白令海以後 它分作兩隊 一隊前往日本 一隊前往加拿大 前往加州的外海 我是在加州的外海 的觀測站在那邊做研究的 那麼呢 他們吃什麼 他們 他們食業就離開 離開的話 他們到溫暖的海域 吃章魚 OK 吃小型的魚類 然後呢海報在隔壁的事業 他們又回去 我用海報來做例子 我下禮拜就告訴你 我們如果去保護 台北的 新北市的金山 你聽過金山吧 很多人只知道西門只吃鴨肉 其實不對了 是鴨肉還是鴨肉 那不是很重要 OK 金山那個師弟 330公斤 是台灣所有西部里亞來的 候鳥的第一站 所以日本的丹頂鶴 西部里亞的小白鶴 現在都還在那個地方 OK 那麼呢 他們前來 為什麼選那個地方 我們如何能夠保護這些 全世界評委 只剩下2000隻的生物 能夠在台北市 對不起 能夠在新北市 過非常好的日子 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 OK 所以後來它 那四葉海豹就會返回白鶴海 五葉的話在島嶼 他們就交配 生產小海豹 所以的話呢 他們在白鶴海的話 他們就會密實 所以理論上這種生物的話呢 它會有兩種航海區 OK 一個是 十葉以後 它往南走 一個是四葉回去以後 它在當地的 密實的海域 來了 你所看的就是個時機的線 OK 一個是白鶴海附近的 白鶴海附近的這個 東天的 它的密實海域 那一個的話呢 是四葉離開以後 下面的那一個 一個往日本的北海道走 一個往 美國的加州的 海岸線走 當年我們的觀察戰 就是在加州的這個 中間的 那一站 所以的話的話 你就可以劃下 這樣的海域 這是很重要的貢獻 所以以後我們再談 某些的 品維物種的保護 動物也好 植物也好 我們會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 它海拔拉昏布 第二個問它 經緯度的分布 OK 海拔的話 是地理 經緯度也是地理 OK 它對於多高 什麼樣的海拔 是它的區域 什麼樣的海拔 是它的 什麼樣的經緯度 是它所遷移的 1894年 OK 這個科學家他就提出來 每種動物的遷移 可以用經緯度來表示 我們稱之為 Live root law OK 對不起 Live root law 生長區的 一個法則 生物有它的生長區 OK 所以你看 這個是個大尺度的 在考慮問題 這不是個小尺度的 是個很大的面積 你在考慮這個問題的 生長區的法則 給人認識 地球不同的位置的地理 都有它的意義的 地理上有不同的溫度 這樣一定要濕度高層 所組成的 共同的一個特徵 所以的話 不同的物種的生存 它有它的需求 那這個Zone Zone的話 是個比較大的區域 裡面有小區 小區的話叫做region OK 東西都是這個 你要進到一個領域裡面 才知道它裡面的一些 所謂的比較特別的 這種專有的名詞 它比較小的話叫做region 所以它叫做ecoregion 就是它有一個比較小的 那合在一起的話 叫做ecorome OK 所以它遷移的物種 是由一個地方的ecorome 到另外一個地方的ecorome 它們由海豹出生率 跟遷移時的死亡率 定下了每年在白領海的海峽 所能夠捕捉量 不能夠超過三萬隻 後來才發現這個數字定得太高 但是已經沒辦法減下來了 3萬隻 這個隻是怎麼定下來的 一個是死亡率 一個是它的出生率 他一年大概可以出生到12萬隻 所以那時候就定下這個3萬隻 但是他沒有想到 將來氣候變遷以後 其實海豹回不去了 所以的話呢 但是那時候各國都會有主力 大家說怎麼可以定下這樣的一個支數呢 1911年才簽下北太西洋的 北太平洋的海豹公約 這是個全世界的第一個 在太平洋所定下來的國際公約 OK 你看喔 開始生態的問題 產生生態的公約 那海洋一類的孤節 就發現定完以後 還發現3萬隻太多 為什麼呢 因為海洋一類的孤節 攤地的破壞 河口的污染 海灘的水泥化 輝滑的淚沙 使得海豹的數量 持續的減少 所以當年 他們沒有考慮到後面的東西 那這個也很難 因為當年還沒有海灘的水泥化 你要知道 像這種海豹到一個 有水泥化的一個灘地的話 它不是會轉彎喔 OK 它是完全不知道它在哪裡 它失去的方向 我想你可能在講 我可能暗示某種特別的愚慮對不對 OK Yes 沒有錯 OK 1960年以代才發現 保益不足以 你看喔 保益不足以維護海豹的數量 因此才會有工程配合上來 如果保益可以做的話 我們就不再做了 OK 我們就不再做了 OK 我們不是說一定有 如果它都很好 我們也不做 然後保益可以做 我們也不做 OK 不是你一天到晚都很想做 就是因為保益不足 你必須採取更積極的換化 1970年的話 我們就開始有一個新的技術出來 我們叫做Wire Life Conservation Technique OK 如何去保護野生動物的一個保益的這個技術 主要是以工程為主 給海豹安全的空間 下一張 我給你看一下 這是我實際拍的 OK 我們開始在海外設立人工島 OK 我們在海外設立人工島 這個是坐在那個西雅圖的 OK 這個讓海豹到這個地方來 它可以上去 它不受人為的干擾 還有我們開始建造 這是我 這是十一派 該建造這種起伏的人工沙丘 所以開始建造 就是你把原來的水泥的提案 改成是一個起伏式的人工的這個沙丘 OK 或者是灘丘 讓它可以上來 OK 所以這個是改過的 這個原來是一個水泥的 一個邊坡的海岸線 把它改成是一個 這個攤地型的 OK 還有呢 這是很重要的 你海口必須輕易 改善近海的水質 OK 如果你的水質是髒的 你把它吸引來 你變成是個死亡的陷阱 而不是它的保育 OK 所以這個很困難 你必須要河口 要能夠輕易 OK 我們當年在保護 這個淡水河的污移的時候 我們也是一樣做 OK 讓河口 因為都市的水 如果可以變乾淨 都市環境就會變好 我本身也是參與台北 台灣大學柳公俊護岩的委員之一 你要知道我們已經快做好了 OK 我們錢都已經快募到了 已經開始偷偷的在那邊施工了 OK 你知道嗎 我們的柳公俊在什麼地方 在我們的森林系 對不對 我們森林系的那個管 森林系管的旁邊 有一個老水溝 那是早期的柳公俊的 殘椅的溝 OK 然後呢 他就繞過我們的野嶺大道 穿過我們一個系 化學系 後來我們化學系給拆了 只要搬到一邊去 你們知道化學系是被拆過了嗎 對不對 化學系以前在另外一個地方 後來我們把它拆掉 因為底下就是有工具 流到我們的那個椎葉府裡面去 椎葉府是古老的遺跡 早期有工具的這個遺跡 OK 結果呢 土木系把我們擋住了 OK 土木系的系管把我們擋住了 我們本來講土木系的人 打個洞 讓學生們可以底下滑船過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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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土木系是個歪的管 OK 土木系那個管的話是這樣的 OK如果這邊是修理腳踏車的 你們知道我們這邊有個修理腳踏車嗎 然後這是土木系管嗎 它這個樣子 它這個樣子 OK 你不相信的話你進去 你拿個100塊 這樣一耍你可以一直滾滾滾滾 滾到哪一頭去 所以你如果看土木系管 OK你如果看土木系管的話 你這邊看的話 建築物總是歪的 OK建築物 所以機械系的電梯常常壞掉 電梯系的電常常壞掉 土木系的系管是歪的 OK我們常常記得我們這些每個系的話 作品者有這些問題 但是我們都很有問題 OK 那就是因為土木系在那個地方 我們彎不過去 所以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必須騙人家台北市三 我們台灣大學裡面的 有東西都還在 啊對我想起來了 就是我們的女生宿舍 我們女生宿舍那個叫尼舉 通過演繹系的 不是通過那個毒資系的 那叫哪一個 就是我們小椰林大道的話 小椰林大道你如果這樣走的話 旁邊有兩條的步道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台灣大學所有步道都只有一條啊 就小椰林大道的右邊啊 有兩條的步道對不對 你們都不知道我要講 你們都大一了嗎 OK 小椰林大道你如果進去的話 它不是兩條 它不是兩條步道嗎 兩條步道 其實那個第二條 貼進去橋面那一條 是日本時代所做的排水溝 你不相信的話呢 你回去的話你還可以 因為它上面是貼著那個磚塊的 那裡面都有縫 你可以把錢丟進去 你會發現錢是拿不回來的 OK OK 因為它這個空的水溝 OK 啊我們想起來了 那我可不可能 就把森林系的水 經過那個地方 因為那整個對面都還在嘛 然後它就通過我們的泥酒 是不是泥酒 那有時候叫泥酒 是不是泥酒 對對對 那泥酒的話他們就無法進出 所以我們就設一個橋 我們就設一道橋 讓以後泥酒 進出泥酒的話就過那個橋 然後呢 我們到那個地方以後 我們就繞一個彎 經過我們的施量館 再回到我們的泥工去 回到我們的椎葉湖 OK 然後椎葉湖旁邊的話 再揍一道水引出來的話 把我們台灣大學所有的圍牆 全部打掉 變成是一條清水的水路 OK 繞過我們台灣大學 有多寬 大概就這麼寬 你說 我說圍牆 我說圍牆 我沒有說 我沒有說那個 鞋條裡面的 OK 如果我們圍牆的周圍都沒有水 只是一條很細的一個水路 你說水在什麼地方 我們當然會有水 OK OK 所以你看著辦吧 應該你畢業以前應該可以看得到 OK 我們都是它的設計者 OK 所以的話你看 我們就是在這種就是 它不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但是呢 它就是有點在做這種很奇怪的事 那東西都是我實際上拍來的 還有呢 我們把那個近海的河道的話 盡可能的蜿蜿 河道如果一蜿蜿的話 水深只要低於一公尺 就是 鯊魚就進不來了 鯊魚是海豹的天地 所以我只要讓它第一公尺的話 其實海豹進不來了 不是 海豹可以進來 但是鯊魚進不來 我們就可以隔絕它的天地 我跟你所看的 都是別人做的 這個是美國公民署做的 非常漂亮的工程 OK 非常非常漂亮的工程 就是讓海豹可以游進來 然後鯊魚不要進來 你說這樣對鯊魚有沒有影響 管它了 OK 它不是海豹它可以吃別的嗎 不然它可以吃人 OK 還有呢 我們敲敲水泥的海岸 我們改判沙石 我們可以讓海豹上來 它要上來以後的話 就會 因為你如果是水泥岸的話 其實海豹會迷失方向 因為東西是它 在它DNA裡面所coating的 OK 它在DNA裡面 可能是DNA我不知道 就是它生物裡面 它知道它自己的路線 但是它自己進來 應該是泥岸 應該是沙岸 不會是水泥岸的 所以它就會迷失方向 所以的話呢 我們就打掉 打掉之後的話 就變成是這種地形 所以生態工程的進行 是對於生態有充分的了解 我們才進行工作 對於生態動植物的知識 了解是非常有限的 是很不確定的 所以的話 我們會不斷的做 不斷的改 不斷的觀察 持續的修改 這生態工程 一個非常有名的 一個就是說 我一次不會做完 因為我不確定 太少人在做研究了 我們連可以吃的 我們交給園藝系 連可以吃的 我們交給農藝系 那那些不能吃的怎麼辦 那些不能吃的怎麼辦 但是我們都是為不能吃的 OK 再做 所以我自己承認 我們非常非常的不夠 非常非常的不夠 不夠的話 我們會持續的修改 所以我們叫做軟性工程 我們一次沒有做死 OK 但是我們台灣很奇怪 我們台灣不需要 國外那麼的尊重 我們台灣人很多 就叫做豆腐渣工程 OK 我寧願用豆腐渣 去保護動植物 我也不肯用鋼筋 斧泥土去破壞我的棋地 OK 我認為生命是一種柔軟的 它本來就需要柔軟去保護 OK 這個都是非常有名的 就是我剛剛講過的 這個 不同的這個 生物的分區 這個是底下是溫度 那歪走的話 是它所出現的這個降雨量 那我們可以用這個東西 因為好 因為剛剛那個理論的話 只有講海拔 它並沒有講高度 所以它後來的話 我們會做一些修改 OK 那中期都講生物的遷移 跟海拔 不是 海拔 跟那個 是有關係的 這個是我參考資料 所以所有Citation裡面 OK 這是我給你的 這是我上課的一個方式 然後我很多東西 我就不講了 我就... 就跳過去 因為它只有講海拔 它沒有講高度 後來有人就說 這個不夠 因為對於很多植物講 不同的高度 很多路易的生物 它會有不同的高度 所以有另外一個人 再來做補充 這個人的名字叫什麼名字 他所用的參考文件 我通通都付給你 但是我上課一般 我不會講的 所以生態工程 又稱之為生態系統工程 Ecosystem Engineer 就是這個樣子 它讓人對大自然的保護措施 是融入大自然裡面的 生態系統的工程師 我們相信 了解大自然的 關鍵的因子 是可以做省立的幹桿 這是我的重點 大自然裡面 應該有個省立的幹桿 我只要能夠找到這個幹桿 我可以用最少的施工 來保護我的大自然 我不是整片做 我不是整片做透 其實例子 我要面對海水會逐漸的上升 我不是做整片的提網 把它擋住 No 大自然裡面應該會交到我 有個省立的幹桿 那我可以用最少的施工 去滿足一個大面積的問題 或者一個大尺度的問題 讓他們用最小施工的規模 來達到他們施工的目的 例如像說 我可以去填補一道森林的沖塑溝 我可以減少整個極部的土石流 我可以保護一個老樹洞 來讓貓頭鷹可以獲得棲息 我可以粉碎一根的固木枝 讓彈菌可以迅速地分解有機質 我也極部的用土包去填補 雞腳 可以減少土石的滑動 都是就地起材 配搭在地環境的一種細膩的工程 那我以後就一個個講一個個講 甚至有些的技術的話 是引用至原住民的技術 OK 所以我們其實很多地方 等一下跟你講 我們坐馬路 馬路的整個的邊坡 都是用原住民的 用泰雅族的技術 或者用排灣族的技術 或者是用哨祖的技術 我們特別非常喜歡哨祖 我們跟哨祖寫很多 OK 所以為什麼要這些考量呢 因為我們尊重生命 我們愛護大自然 然後這是我的資料 然後這是你的吸體衣 OK 我每次都會給你一個吸體 你的吸體有的時候會好答 有的時候會不好答 我的題目是這樣的 2015年 有個最大的新聞 是這個樣子的 的確是有這個新聞 就是最新遺傳公司的話 就是引進 有沒有控制公司 你們聽過對不對 因為電影是這樣演的 他叫引進 OK 培植出最大的一種變種恐龍 他們在南美洲的阿 阿拉斯加 不是 南美洲的 哥 OK 哥斯達利加 外海有個小島上 當成給人參觀的諸多季公園 這就是你的題目 OK 你以生態公司的觀點 你認為這高的島嶼應該怎麼管 好不好 打 超難打的 我沒有在鼓勵你看那個電影 我也沒有鼓勵你看那個小說 你這樣導賀老師 一直他這樣做就錯了 根本題目都出錯了 本來就任何的保譽 不應該成為參觀的地方 OK 你這樣打完了 OK 我給你一個B減 OK OK 因為字太少了 OK 當然你想一下 這就是你的題目 是 可以嗎 我可以不斷 感谢观看